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咱们这里又下雨了 一下雨,这种雨一看就是连续性的 很难停的 昨天有一位网友问我 他说他网购的美杜莎收到以后摘上了有10天 然后那个叶片消耗发软非常的厉害 他还问我这个是不是要挂了 非常的担心 现在这个季节温度普遍不是太高 大家的这种担心一般都是多余的 这种挂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问的人也比较多了 所以我单独拍这么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颗美杜莎 这颗美杜莎是比较健康的这种 这个叶子整体还比较平利 如果大家收到的美杜莎短时间内 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还在一个浮盆期 特别是咱们买的美杜莎 它那种毛细根都比较干枯了 这一类你再发根 这个季节你怎么的要个半个月吧 你7天10天的一般是不太可能会发根的 所以它那个叶片会不断的打粘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颗 这颗当然不是美杜莎了 我现在没有那些打粘的美杜莎 虽然我的这个叶片它也是垂下来的 但这个叶片它整体就是比较厚实 摸上去也是比较坚挺的 因为我这个是缺光啊 还有浇水比较多导致的 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 没有浮盆导致的打粘 是那些软软的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一颗 像这种我用手摸过去 你看软软的这些叶片 就有点像那个烂了一样 但它又不是烂 就是结在上面软软的 这些就是还没有完全浮盆那种 有一些人可能还不明白 我现在把这些法石拔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颗 我这么说一下 以后大家都能记住 这颗法石我先拔出来 大家看一下根系 看看这边这个梗 这些根里面是不是很多那种白色的 那些白色的就是毛细根 正常咱们的法石 只要它长毛细根了 它就开始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水分了 如果说它没有长这些东西 我们灌水灌的再多 它也是不吸收的 不吸收那个叶片 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消耗 不断的消耗 因为它要为了巩固它自己的一个生命生存 它只能消耗叶片里面的水分 来保证它一个生命的延续 只要那个杆子没有坏掉 咱们都不用担心 只是发根的时间快慢的问题 普货法师呢可能一个礼拜就发根了 像这些带井类的 特别是这些比较贵的 比较艳丽的法师 那个发根可能要个半个月 特别这个季节 半个月还算快的了 看一下这一棵女巫 这棵女巫是我之前买回来 买回来嫁接的 所以那些妆都被我砍完了 买回来直接就是浮盆了 不需要浮盆 因为我买的那种是人家泡沫里妆的 我买的时候人家第二天第三天就发货了 发货到我们这里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它从土里面拔出来嘛 那个土啊根啊毛细根都是非常新鲜的 也就是买回来这里 它根本就还没打粘 还是正常现象 我摘到我这边土里 直接给大水灌 它相当于直接就是浮盆似的 相当于就是跳过了浮盆期 如果大家是以这种形式买的 买回来一般是很快浮盆的 或者说不需要浮盆 有一些商家呢 他会晾根 晾根晾的时间比较久了 然后再到我们手里 那些毛细根很多就已经死掉了 还有呢它那个主根它可能还是比较健康的 它那个毛细根多多少少 还有那么一点 这种情况浮盆也比较快 可能一个礼拜十天就浮盆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那些商家晾根晾的特别久的啊 就是回来以后那些 土管都已经干透干完了 甚至连那个主根都干的很厉害了 那种情况没得修根 咱们修根以后是为了促进那些毛细根更好的长出来 这种情况呢就是浮盆期啊是非常久的 摘上以后浇水 有些可能十天有些半个月 有些甚至一个月它才发根 是非常慢的 所以这是两种情况 如果大家买的话 我尽量建议大家买那种 人家用那些泡沫粒装的 那些泡沫粒发货也比较快 因为它人工各方面都省了嘛 买回来你也不需要修根 不需要浮盆什么的 买回来直接大水一浇 基本很快就长得差不多了 那个叶子没几天就开始停起来了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再见